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限电后果 中国制造业最长的增长期终结 第二个是中国四支 失业大军 这个冬天特别冷 第三个是 美国经济8月放缓 后劲林立 我们也讲讲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限电的影响来了 中国9月份制造业出现了萎缩 然后终结了18个月来 帮助中国经济摆脱疫情影响的 扩张势头 9月30号 国家统计局公布 9月份 PMI 叫采购经理指数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49.6 低于8月份 0.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低于50 50叫什么 50叫融枯线 50以上就是增长 扩张 50以下就是下跌 收缩 那么这个是从 这是以国家统计局来公布的数据 是从去年的3月 第1次进入这个收缩区间 说明制造业在萎缩 在收缩 在回落 那么从分项数据来显示 制造业的 供应和需求 两头都在放缓 那么9月份生产指数 和新订单指数 分别是49.5和49.3 比8月份下跌了1.4和0.3个百分点 这两个数据 都是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其中生产指数是 2020年3月以来第1次进入 50以下 从分行业来看 多项高耗能的产业 包括 石油 煤炭 还有燃料加工 化工纤维 化学纤维 橡胶 塑料 黑色金属冶炼 都 都低于45 非常低 显示这个供需明显回落 出口订单 新出口订单的指数 9月份下跌0.5个百分点 跌到了46.2 连续5个月 处于下跌的这个状态 进口指数46.8 低于8月份1.5个百分点 那么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师 他说这个 9月份主要是受高耗能行业景气水平较低的因素影响 就是能耗双线 那么制造业PMI降至临界点以下 高耗能行业和限电对中国经济 影响很大 中国 国家发改委进行这个能耗双控 公布了这个上半年的能耗双控目标的晴雨表 然后江苏跟广东 江苏浙江广东9个省 和不达标 能耗强度上升 浙江安徽等10个省 那么没有达标 这些都是制造业的大省 然后晴雨表一出 高耗能的厂 工厂 全部被勒令限产 然后焦炭 钢铁 水泥产量明显下降 铝的产量同样的在下跌 然后这个广东 江苏等地开始就是工业用户限电 广东汕头是开2停5 洁阳是开1停6 东莞至10月份开始 自选15 15天停电 那么现在就是 工业用电的受到的这个限制 直接打击了9月份的PMI 分析一下 那么分析师 我们就讲几个分析师 一个是罗志恒 罗志恒说 大规模的限电限产 一定会导致制造业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冲击 可以预计9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 也会明显的回落 然后是张志伟评点 疲弱的PMI将会给中国政府一个警报 如果政府不改变政策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 而且放缓的速度会很快 然后是装播 装播是他这么说 他说 电力短缺问题引发限电 加上房地产调控 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遭受双重打击 经济进一步放缓已经是不可避免 那么PMI是一个先行指数 先行指数预计什么呢 预计制造业未来的前景不理想 那么拉闸限电 拉闸限电对 制造业的冲击最大 那么预计第四季度限电会持续 对经济的冲击还是非常的大 唯一有 有看头的是什么呢 唯一有看头的是 9月份非制造业PMI 非制造业PMI是53.2 明显回升了5.7个百分点 重新回到了扩张区 就是 增长 那么 其中 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2.4 然后他的解释就是因为疫情受控 所以呢8月份的这个 受到疫情 受到汛情的影响 所以9月份呢就开始恢复 所以马上 就反弹到临界点以上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 我认为9月份的情况并不理想 疫情 疫情其实并不理想 我觉得 非制造业的PMI放到扩张区 是统计局为了平衡 制造业PMI 跌幅的一个 操纵 我觉得 非制造业PMI也是跌的 你去看一下酒店就知道 酒店的情况就知道 酒店不好 8月份的酒店不好 8月份的这个餐饮不好 你怎么会再扩张区呢 那么限电的另外一个影响 非常立竿见影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中美跨太平洋的运费 运费出现了暴跌 断崖式的暴跌 那么 大家知道 由于东南亚的这个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最近半年以来 武汉 武汉肺炎在这个整个东南亚这个影响非常大 令到大批的这个欧美订单全部转到中国 就投到中国来 那么中国一来 订单一到中国来 结果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这是一个方面 订单暴增 然后呢 全球的港口的这个防疫措施开始变得严格 令到这个港口的运作效率大幅下降 其中 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 所以呢 大量的货轮在这个港口外 堵车 引发这个货柜严重短缺 那么九月份又正好是欧美圣诞 圣诞节商品的这个出货的高峰期 所以货运代理的这个货柜的价格就暴涨 一个40英尺的货柜 从中国到美西的价格 炒到了多少 炒到了2万美元 是去年同期的4倍 原来是5000 现在变成2万 那么最近的情况是什么 最近的情况只是天价运费 突然大幅暴跌 那么中国的货运代理开始甩卖 中美跨太平洋的这个航线的货柜的位置 那么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 中国到美西 中国到美国西岸的40英尺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2万块钱的价格跌到了多少 8000到9000 那么之前呢 4天前是15000 再往前呢 就是2万 2万 15000 8000到9000 你看就是这么个跌法 啪啦啪啦往下跌 那么现在的情况 中国到美国西岸海运运价 已经跌到了多少呢 跌到了10 每公斤13到17块 比之前的30块 腰斩 那么这个情况 那么货运公司的人就讲 那么限电限产 引发了海运市场的这个波动 那么货 主要是货生产不出来 货生产不出来呢 发货就延迟 最近的运量已经开始下降 需求开始减少 所以那仓位呢 就没办法炒作 炒作 这里面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炒作 当大家知道这个 运输的需求在大量上升的时候 货运公司那就趁机hold住一些这个仓位 然后 等你要来的时候说没有 加价 有的话加价 加价呢你就 有的人没办法 加价也给 加价也给 他就趁机多挣一点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当这个货运公司发现 这个货运量在下降的时候 它就开始往外抛 抛呢就加 加快了这个货运价格的这个下跌 所以呢 货运公司现在在使劲的抛这些仓位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用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 9月份中国的出口将会暴跌 暴跌 一定是暴跌 因为之前在暴涨 暴涨的结果就是现在就是暴跌 那么中国的限电 限产 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立竿见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开始出现通胀 美国的通胀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有关系 那么就说 五毛说这个 我们就是限电 限产 让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上去 那的确是有关联 但是跟限电 限产 是限电 限产的后果 但是你说那个把自己手剁了 去防止其他人 来干什么 那是没有道理 然后就 我们再讲回限电 发改委 发改委运行调节局 它有个运行调节局 运行调节局就是什么 就是原来的国家纪委 那么9月29号讲什么呢 讲一个 这个东北 东北这个限电的影响 他说发改委 采取了很多措施 确保京东明春 能源稳定供应 确保居民用 用能安全 用能安全就是用电 能源的安全 措施包括什么呢 包括多渠道增加能源 保证 保供资源 然后呢 释放煤炭先 先进产能 有序增加煤炭进口 煤炭为什么不够 今年年初有两起 矿难 两起矿难一下来 然后就是安监局 安监局就开始查 查什么 查各个矿的安全生产 一查呢 这个煤炭的产能就开始下降 因为中国的煤炭都很落后 都是大量主要是人力 人力在底下 运营 只要你 大量的生产 就是要增产 就会死人 就会出现 事故 这是跟他什么呢 跟他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技术水平 落后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然后安监呢 就你 死人超过指标 然后就使劲捏 一捏呢 煤炭产量就下降 但是呢 今年 我们之前讲 制造业很红火 因为出口订单很多 出口订单很多呢 能源消耗就很大 能源消耗很大 然后煤炭需求在上升 但是呢 煤炭供应呢 只上升了4.4 今年1到8月份 所以可见 煤炭价格就得涨 但煤炭价格还有涨的 还有 还有一个原因是进口 进口的煤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跟澳洲 打贸易战 就不从澳洲进口煤 这是一个 制作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印尼 中国改从印尼进口 印尼又碰到了什么呢 水灾 印尼水灾呢 导致什么呢 港口就没办法正常运作 不从澳洲进口 从印尼进口 印尼呢 又有水灾 这个煤又运不出来 虽然中国的进口煤占中国的整体消费 大概只有8% 最多8% 但是别忘了 这个8%的数量是很大的数量 所以呢 导致了这个煤价的上升 发改委就说 我们要这个增加 这个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什么叫先进产能 先不先进就不要说了 中国这个 中国煤价一上升 中国煤矿 就会出矿难 为什么 因为煤矿一看价格好 使劲生产 一使劲生产的时候呢 就出矿难 所以呢 就是 什么有序增加煤炭进口 共产党天天玩这种 这种文字游戏 他娘的有序 还有什么序 然后就是什么 坚守民生用能 保共底线 就玩这种文字游戏 总之呢 发改委 其实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责任都在谁的身上 都在发改委的身上 然后他就讲 全国总装机能量 有这个24亿千瓦左右 然后这个有效顶峰复合增加6000万千瓦 顶峰发电能力可以增加到12 超过12亿千瓦以上 说这些都是屁话 为什么 不是没有发电能力 是电厂不愿意发电 因为煤价太高 电厂亏损 怎么办呢 开始什么 开始调价格 广东省发改委8月31号公布了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进一步完善 都是讲完善 因为我已经很好了 我要做的动作全是完善 那么封股分时电价的政策 10月1号开始执行 执行什么呢 其实讲到底 就是把价格拎起来 提高这个电价 就是 封顶提高电价 上幅 封顶提高电价25% 然后央企就开始 央企核电开始表态 这个时候就来蹭热度 中核集团 核电 满负荷运行 中核集团 22台机组满公里运行 中广核 除个别核电机组在停机大修 全部处于满核运作 中核集团跟中广核集团 总共目前有48台 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 然后就趁机 又要盖核电站了 估计是 然后就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 原来的副院长叫杜祥婉 就出来讲 中国未来每年争取动工新建6到8台 核电基础 争取到2030年核电发电量占到8%左右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开始 要这个谁呢 要俄罗斯 帮忙 增加供电 中国是在俄罗斯买电 那么俄罗斯国营电力出口公司叫 9月30号说 已经收到中方要求增加供电 的这个要求 正在考虑大幅度提高出口量 降低这个缺电对 东北工业造成的冲击 那目前正在进行 这个增加供应的可行性讨论 那么大概是这样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输电线路 每年最多可以提供 70亿 70亿千瓦时的电力 那么今年上半年供应了多少呢 12.5亿千瓦时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 所以知道为什么缺电了吗 好 这我们第1个主题就讲这么多 限电 对中国经济影响 开始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看 出口开始暴跌 第2个我们讲讲 中国是有4支 失业大军 这个冬天特别冷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发生过 这个5次 大规模的失业浪潮 最大的一次就是20世纪90年代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这个市场经济转型 然后大量的国企 国企职工 失业下岗 然后这是失业规模最大 数以亿计 那么 对社会冲击也很大 然后 就是这次的失业浪潮 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中国社会 中国城市的平民阶层 就在这个时候 形成 这是第1次 第2次是2008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然后当时就大量的失业 大量的企业倒闭 这一次就是2008年这次倒闭的企业是以制造业为主 所以呢大量失业的失业大军也集中在这个农民工 所以对中国城市经济的影响 不算太大 但是对整体经济影响很大 中国城市 整体经济影响大 最终导致的是什么 温家宝的4万亿 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 第3次是2016年 2016年这一次的主要是集中在互联网行业 2015年中国的互联网融资就跌了一半 2016年中国互联网 这个创投行业进入寒冬 拿不到钱 融不到资 融不到资 然后就第2年到2016年 O2O这个行业就是线下到线上这个行业 这有个行业就是 为传统行业 提供互联网的赋能 所以这是一个行业非常大 当时 当时的互联网的热潮集中在O2O 那钱不来 钱不来怎么办 就大量的这个因为资金链断裂 这个O2O的企业就开始倒闭 那都是很多人 都是几千人 几千人的这个企业 就资金链断裂就开始倒闭 就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的大 一场大屠杀 那么这一次呢 失业的浪潮集中在互联网行业 数以万计 数以万计 因此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互联网 跟互联网有关的这个创投行业就进入了寒冬 但是这次的失业浪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行业 这第3次 第4次是 就去年 2020年 武汉肺炎疫情 那么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什么 其实它对整个行业 对整个产业都有影响 从制造业 因为出口不行嘛 出口不行肯定制造业 很多工厂倒闭 制造业很多工厂倒闭 但是呢 到了3月份4月份 复工复产的时候呢 又很多又活过来 那么制造业的影响有大 但是没有那么大 最大的是哪里 服务业 你比如说旅游 旅游基本上是团灭 旅游基本上是团灭 大家知道旅游业 有上千万的从业人员 旅游是上千万的 如果你加上酒店 加上那些像航空这些相关的产业 那是数以千万计的 旅游业是团灭 还有就是餐饮 还有就是外贸 外贸影响很大 所以这次浪潮 这次失业的浪潮规模非常的大 它消灭了大量的城市的中产 也是个一级 也是个上一级的这种 失业浪潮 重创中国经济 它 它其实最重要的影响在哪里 就是它开始改变中国城市面貌 很多的 很多的农民工离开了中国的城市 我们就讲 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个很重要的进程 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就是农民到城市里面去 变成城市人 那么这次去年有大量的这个农民工返回 返回农村 第5次就是这次 今年了 今年有四支失业大军 第1个就是房地产 第2个是教培 第3个是跨境电商 第4个是什么 应届毕业生 那么这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制造业 制造业也是失业大军 那么今年 今年以来 你可以看 习近平这个灭霸响指 不断的爆雷 各个行业都在爆雷 那么房地产爆雷是 最明显 而且它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么房地产的失业大军分两头 一头是什么 一头是中介 房地产中介 今年以来成交不断的萎缩 房地产 特别是二手房 二手房的成交不断的在萎缩 各个城市都在萎缩 各个城市的萎缩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各个城市的中介开始大规模裁员 属于百万计的这个地产 地产中介的从业人员 离开了这个行业 这是第1波 第2波是什么 第2波就是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持续爆雷 那么恒大 新立 什么华夏 幸福 这些都开始 开始爆雷 爆雷然后就是整个房地产 房地产公司开始收缩 他们 拐点来了吗 房地产公司最清楚拐点来了没来 他们就开始收缩 裁员 房地产公司裁员 绿地 裁版的40 亚居乐总部裁50 区域裁33 花样年裁版的30 阳光城 已知的区域裁版的40 何景 万科投资裁员 中南海伦堡裁员 新立 降薪50 裁员50 然后是金科裁员20 整个房地产行业 这个裁员浪潮 虚拣全国 这一波操作下来 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公司 当然 房地产公司 中小房地产公司倒闭 这个差不多一天倒闭一家 那么所以呢 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行业 他的失业浪潮 失业大军将是百万几 这是第1个 第2个是教培行业 教培行业就是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呢 全国各地的 这个教培机构团灭 龙头是新东方 新东方9月17号 新东方管理会议 那么余敏洪宣布 秋季课程结束后 将会停止小学跟初中 业务的线下招生 然后各个城市接下来 会逐步的关闭教学点 然后 伴随着业务的收缩 就是裁员 那么今年年初新东方 新东方整体人数10万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教培行业 人数都是很大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教培行业的特点 就是面对面 面对面就是需要大量的人 所以其实教培这个行业 是中国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就业的 平台 你要去灭教培行业 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蓄水池 那么教培行业整个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是4000万 教培行业的师资是1000万 就是老师有1000万 行业从业人员有4000万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教培行业将会萎缩80% 就是有80%的从业人员会离开 那你算一下 至少有两三千万的失业 这是一大票 第三个就是制造业和跨境电商 那么今年这个日韩 日韩的企业 撤离的数量是很大特别是日资企业 那么你看一下9月30号 东芝 东芝 关厂 辽宁的厂关掉 然后9月份是三星 三星关掉宁波的这个造船厂 然后是4月份是松下 松下关闭上海的电池厂 然后是IBM关闭中国所有的研究院 然后是德国的电机机电巨头 德亨电机撤离深圳迁到印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外资的制造业的外资厂 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 走了 这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持续的在发生 所以这个趋势一上来 都是几千人几千人大厂 这大厂 然后他走 跟着他 他的配套厂 有的跟着就要一起走 那么现在 但是呢 制造业这块的 这个失业呢 比较容易吸收 比较容易吸收 因为 现在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渴望 但是另外一头 现在技术人员的失业 他现在不一定留在国内 很多是往哪里跑 往越南跑 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今年遇到了重挫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亚马逊 原来在今年以前 中国的跨境电商成为 中国出口的一个新的模式 跨境电商怎么弄 很简单 他跑到亚马逊和其他的电商平台开店 现在基本上亚马逊上的电 大概有60%来自中国 中国的卖家 他跑到这个电商平台开店 然后就在美国租仓库 所以你看在这个 在湾区有很多大型电商的仓库 他把货呢 直接发到这个仓库 然后就在美国向这个美国的这个客户 发货 这样的成本非常的低 打折计过完之后 他们直接把那货干什么 扔掉 扔掉 为什么扔掉 因为运回去的成本 比他 扔掉的成本还要高 比他卖出来的钱 还要多 所以他直接就扔掉 所以你可以看 在亚马逊上面打折最狠的 都是中国的店家 为什么 因为他不卖掉的话 他不打折卖掉的话 他就扔掉 所以现在的情况 亚马逊今年开始收紧对中国卖家的这个 执法 造假 所有的造假 抓到就关闭 抓到就关闭 所以对中国的卖家的打击非常的大 那么这块也是有很多企业开始收缩 一收缩就裁员 但这块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说影响不大 但是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影响是很大 那当然跨境电商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地方 一个是广东 一个是浙江 一个是江苏 主要是这三个地方 第四支失业大军 是谁呢 是应届毕业生 今年经济形势不好 非常的恶劣 就业非常的困难 那么应届大学毕业生 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海归 1000万 如果你在加上去年没有完成就业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慢就业 慢就业就是家里 家里有点家底 所以就不着急就业 慢就业 所以加上去年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就业的学生 实际上现在 在中国城市里面游荡的这些应届 大学生 应该是数量是非常的大 数于百万级 我不知道数量是多少 但是肯定是数于百万级 现在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去干什么 快递小哥 那么你可以说 上个世纪90年代 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 那么那次的失业潮应该是中国 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失业 但是同时呢 他也造就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国企 国企员工下岗 他就跑到哪里去 他就跑到外资企业 他就跑到民企去就业 然后他就干什么 他就去做第三产业 去做服务业 所以实际上为其他的行业 提供了劳动力 这个也是 如果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失业 就国企的下岗 那其他的产业也发展不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所以你说90年代的失业潮 其实是伴随着一个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 没有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国经济没有今天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这几次 后来的这些 失业潮 说明什么 说明 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 在走下坡路 特别是 最近两次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我们第2个主题讲完 这个中国的失业大军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然后讲讲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8月份放缓 但是后劲名利 美国联邦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9月30号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在8月份 继继续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 但是和7月份相比 速度有所放缓 那么芝加哥全国活动指数 从7月份的0.75 降到了0.29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0.65的水平 显示经济活动有所放缓 芝加哥联储局表示 构成这次数字的 指数的8月的 四个指标都在增长 但是其中三个指标 增长放缓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上周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略微上升 那么显示了什么 经济受Delta 疫变株 疫情的冲击 但是美国经济维持了复苏的态势 那么数据是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增加了16000人 经季节性调整 那么申领救济人数总数 35万1000人 那么 此前一周数据是33万 那么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四个星期的移动平均值 小幅下降 维持去年在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今年7月中旬以来 这个申领救济的人数在稳步下降 说明什么 说明尽管有Delta 疫变株的疫情持续 但企业保持运营 没有裁员 牛津经济研究院说 过去一段时间 经济下行 开始出现复苏 就业形势继续好转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房地产的情况 有变化 8月份 8月份房地产 住房市场 也开始放缓 为什么 因为房价持续的上涨 令买家开始观望 涨得非常厉害 美国全国地产经济 协会 NAR 星期三 星期三数据 经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 8月份 房屋 美国住宅房屋成交 环比下跌2% 成交开始下降 同比下降1.5% 年化率 年化率是588万套 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 原因是过去几个月 美国的房价 持续的暴涨 导致买家之间的竞争激烈 推高了房价 然后买家无力负担 有些人不断的出价 老是买不到 买不到就暂时离开市场 我先看看 观望一下 NAR说 8月份成交价格中位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9% 就是15%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达到356700 美元 但是呢 涨幅小于 7月份 7月份的涨幅是18% 那么经济学家预测 DELTA疫变株疫情抑制了今年夏天美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随着疫变株带来的冲击消退 美国经济复苏将重新加速 那么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调低了美国第3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 就是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重新 卷土重来 导致了什么呢 吃饭 出去吃饭减少 然后出去旅游减少 所以酒店餐饮跟航空 都放缓 那么另外一方面 现在美国现在的情况 美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有两个 第1个 人手短缺 第2个 这个产品短缺 产品短缺导致了通胀的温和上升 那么经济学家都提高了 其实经济学家都提高了 对明年经济的预期 增长预期 那么预测公司 叫IHS Market 9月底预测 今年第3季度美国GDP GDP的增长是3.6% 那么7月份预测什么呢 预测这个 7月中旬预测第3季度 是7.8% 你看腰斩 腰斩还多 就是对这个第3季度的预期 原来在疫情全卷土而来之前 大家对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都觉得很好 所以这家公司他预测 第3季度应该是7.8 结果现在说的预测变成了3.6 他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这个Delta疫情的冲击 美国政府会在10月28号公布第3季度的数据 GDP的数据 但是 IHS IHSMarket的经济学家认为 他说呢 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很牢固 只是没有上半年那么 强劲 CDC 美国疾控中心预测 美国疫情应该开始受到控制 那么新增比率会持续下降 那么经济学家认为 如果新增比率下降 那么美国家庭开始会恢复 消费支出 美国家庭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家庭现在的净资产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达到142万亿美元 美国家庭的净资产 所以呢 美国的消费支出 将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经济界普遍认为 美国消费者目前的状况很好 手托很宽裕 有能力花钱 只要美国人花钱 经济就像 就像火箭一样往上跑 特别是假日经济 假日经济将会是 第一波浪潮 因为 去年开始 美国人不出门 疫情 那现在呢 疫情开始放缓 然后美国人就开始要出门了 8月份 这个数字分析公司 叫 Similar Web 他分析 他说8月份 互联网上 设计12月份 圣诞假期 12月份旅行内容的搜索量 是去年同期的5倍 假日需求非常强劲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要出门了 出行将会是美国经济 第一波浪潮 往外跑的浪潮 美联储上个星期发布的预测 明年 明年经济增长 6月份预测是3.3 这个月 上个月 上个星期预测 明年经济增长是3.8 那么 大家都认为 美国经济在第3个季度之后 开始提速 Decision economics 预测 三季度 美国经济第3季度4.2 第4季度6.5 然后就是美国的明年的第1个季度5.1 所以都是在持续的上涨 所以美国经济像个什么 像个蓄势待发的弹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9月29号说 近期的通胀 持续时间可能超过预期 但是物价涨势终会消退 他说 目前价格的飙升主要是因为供应链瓶颈造成 会持续到明年才会消退 那么这一切和经济 重启有关 它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 很难说持续多大或者影响多大持续多久 但是他讲 如果美联储看到有证据表明 价格的飙升会导致家庭 和企业预期的改变 预期他认为 价格会一直涨 会 会这个 助长持久的通胀 美联储就会考虑加息 他说现在还没看到这种证据 如果我们看到了更高的通胀率 肯定会做出反应 我们会动用我们的工具也就加息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 我们总结一下 第1个 限电的影响马上就开始出来 那么中国的出口会暴跌 中国出口的暴跌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消费不行 投资也很烂 出口支撑大局 然后这个限电一出来 出口暴跌 出口暴跌 当然其中一个证据是什么 运费暴跌 中美之间的运费暴跌 说明出口在暴跌 所以影响开始出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 失业 失业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 当然你要指望中国消费有什么 有什么好转 你先解决就业吧 你没有解决就业的问题 消费是涨不起来 这是第2个 第3 美国经济在8月份 在放缓 那实际上美国经济受到Delta一变株的影响 中间呈现了一个小幅的回收 放缓 但是后势林立 后劲林立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看好第4季度美国经济的反弹 因为疫情受到控制 那么明年也很乐观 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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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 沦陷日 化悲哀为力量 扳倒这座CCP大山 情况 东莞一个制造业的朋友开始卖房 买车以维持工厂开工 非常不乐观 OK 卖房卖车吧 卖房买车吗 情况 情况 坐标西安 去年11我家酒店40多间房最便宜的700 提前一周爆满 今天房价 掉到200多 到今天也没全满 除了11之外更是惨不忍睹 简直无法言语 酒店还是不好 酒店不好说明什么 说明经济很差 因为通常来说 旅游是最先砍掉的 就是 当你收入有影响的话 你先砍掉的就是 奢侈品啊 旅游啊 这些 非生活必需品 情况 电厂的发电成本 如果涨一毛的话 供电局卖给老百姓的电 起码要涨五毛 大部分燃煤发电厂一直都是亏本 靠补贴 靠不了补贴 靠不了补贴 很多电厂都是上市公司 燃煤电厂 我们讲火电厂 通常我们就叫火电厂 不会叫燃煤电厂 火电厂 如果煤价超过了1000块钱 他就开始赔 亏损 那么亏损的后果是什么 亏损的后果他就不发电 少发电 那么很多人问我 从前天开始问 为什么政府不补贴这些电厂 让他继续发电 你不就解决限电问题吗 你其实很简单啊 现在的问题是 电厂没有钱去买煤 因为他亏损 大家知道一个企业亏损意味着什么 一个企业亏损 意味着他账上的现金 快速的减少 他账上现金快速减少 他就很担心怎么办 因为他资金链会断裂 他就会减少 买东西 其中当然包括什么 包括煤 他就不买煤 不买煤 那煤的库存在快速减少 那就他就关机 关掉一台 关掉两台 甚至关掉三台 可能就只剩下一台 一台机器在发电 所以你外面电没有 那么有人就在问 为什么政府不补贴这个电厂 让他去买煤 让他去发电 充分发电 中国不是没有电 中国不是没有发电厂 中国有的是发电厂 中国还关掉了很多发电厂 疫情期间关掉一部分 然后2016年开始 去产能也关掉一部分 所以中国有很多的电厂 中国有足够的发电能力 但是 中国现有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烂 导致他限电 那么现在的情况 政府为什么不补贴呢 政府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政府自己也没钱 政府自己也没有钱 大家知道什么概念 一台机组 你一天赔多少 大数吧 一台机组一天赔100万 一年下来大概是 100万大概就是 一个月就是三亿 3000万 3000万如果是一年下来就是四个亿 三四个亿 三四个亿 他一台机组 他两到三台机组怎么办 那就是十几二十个亿 这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么多钱 我觉得地方政府没这么多钱 说有 有十几二十亿的 补贴出现一个这样大规模的补贴 搞不搞得定 搞不定 地方政府搞不定的话 那省政府可不搞定 省政府更搞不定 你想一下 省政府你想一下 这几个 市都跑到要钱的话 他哪搞得定 那中央政府呢 中央政府只会从地方政府拿钱 他什么时候往外掏钱 所以政府补贴这件事情 本身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中国政府没这么干过 而且 干多久呢 补贴多长时间 你要补贴下去 那后果 地方财政可能就崩溃了 所以这块问题 为什么普遍出现的都是限电 因为 地方政府 都补贴不了 第1个是补贴不了 第2 他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情况 安徽人口断崖式下跌 政府 发布政策 增加婚假 产假 的时间 把压力推到企业身上 正是应了王老师那句话 我请客你掏钱 我请客你会抄 这不是我说的 这谁说的 江泽民说的 江泽民喜欢说这个词 我请客你会抄 或者你请客我会抄 我不干 情况 因电荒影响 深圳5G 基站基本关停了 OK 5G的基站非常的耗电 5G的基站比4G的基站 耗电量 成本吧 不说综合成本 4G的10倍 所以基本上5G 电信公司 移动电 所有的电信公司开展5G业务都在赔的一塌糊涂 包括谁 只有卖设备的挣钱 就是华为 提问 既然进口煤只占国内用煤的8% 那按照共产党草菅人命的性格 为什么不命令 国内煤矿全面开工 增加国内煤炭供应 频逆煤酱 这需要个过程啊 你说一声令下 煤就对声杀了吗 那也得挖呀 是不是 我相信他早就已经下令了 但是这有个过程啊 他也得挖呀 但是你要把这个煤生产出来 要迅速的生产出来 然后迅速的 这中间还有什么 中间还有这个 这些官僚机构的反应过来 这个影响得出来 所以我相信他已经下令 但是什么时候没出来 什么时候便宜到煤价 还有一段时间 观点 整来整去 再不整治网红带货 整个社会还会越来越浮夸 为什么要整治网红带货 浮夸又怎么样 不可以吗 浮夸有罪吗 对吗 浮夸就浮夸 浮夸的原因是什么 浮夸原因是不够多 多一点就不浮夸了 这个中共的逻辑其实搞不懂 中共到现在没搞懂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当你看到乱的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供应还是不够 还有增加供应 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懂市场 这个 当你要知道市场经济会有什么 会过头的 一定要让他过头 当他过头的话他自己就会下去 不需要整治 你天天想着整治 意味着什么 当你整治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失去 别整治 一整治就是共产党的思维 共产党不管的领域都发展得很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家电行业 家电行业就很好 他共产党是不管的这个领域 他觉得让你们打个死吧 结果没有打死 你看中国的家电竞争力又很强 老百姓又不用花很多的钱去买 这个行业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都挣钱 所以 一整治 共产党一伸手 这个事情就坏掉 观点说得好 其实自由经济过程中一度感觉确实很乱 但是只要上下 只要上下线抓住 自然就稳了 根本不需要折腾 是这样 政府做什么 政府就做规则 制定好规则 你守住那个底线 你该执法执法 我还举个例子 P2P P2P是什么 P2P就是我需要钱 我要找人借钱 找不到人借钱 那我就想什么呢 我就想找我不认识的人借钱 我要付利息 我愿意付利息 那我呢 另外一个人呢 我有点闲钱 那么我又不想存银行 我想拿到比银行稍微高一点的利息 我就可以了 P2P是什么 P2P 你想借钱 你想这个 把钱借给人 那行 我说个平台 你们之间撮合 这不挺好吗 对吧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共享 共享单车 有点像共享汽车 共享服务 Uber 就是这样的逻辑 我把我的资产拿出来 分享出去 然后呢 你来使用 你使用的时候呢 我收费 这不挺好 整个社会资源一下子就盘活了 这件事情在英国发展得很好 然后他就慢慢的就提高 规模慢慢的上升的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开始出规矩 出规矩什么呢 这个P2P的公司 你不可以把钱放到水池里面去 然后那个人 去借一个水池里的钱 这不可以 你只能撮合 只要你保持撮合 P2P的公司不会倒闭 也没有风险 你就给大家打分 打这个什么 打分就好了 借款的人打分 出借人也打分 这样的话 让这件事情有秩序的交易起来 我设定规则 P2P公司哪些不可以干 哪些必须严格的干 这样的结果呢 P2P在英国发生的非常的好 发展的非常好 然后很多P2P的公司慢慢变成了小贷款公司 小个贷款公司 因为它规模上了 但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金融风暴 为什么 中国的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根本不管 不管呢 这些P2P的公司就干什么 就干坏事 干什么坏事 本来你是撮合 他就不撮合了 你把钱给我 我就把钱放到一个水池里 我就 不按着P2P的规则来行事了 我就变成了一个集资 然后你跟我借钱 你跟我借钱这件事情 你跟我借钱给我这件事情 变成幌子 那P2P公司就使劲地把人 让人 拉人进来 把钱放到这里面来 这间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储蓄银行 他变成了一家银行 他不是一个 中介机构 那这些 开P2P公司的这些人 都是穷光蛋 穷光蛋出来 一看 这上面几百上千亿 那还不跑 转身就跑 所以整个银行的这个领域的监管不存在 当这个领域监管不存在的时候 你看 不就都是卷款 就纯粹的骗子进入这个行业 中国的P2P就变成这样 市场经济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成长 要的是大学去做 但是呢 政府来干什么 执法 制定规则 不是整治 结果到最后 中国就开始整治这P2P 发现他有风险 有风险怎么办 有风险我就戳爆他 他去戳爆这P2P 然后就关掉他 强制关掉他 你自己让别人开的 你自己给他发的牌照 结果你又找一些 完全不着调的理由把别人给关掉 强制关掉 非法行 政府在违法 中共就是这样 烂就烂在这里 所以你一说整治 政府要说一说要整治 我就非常反感 为什么 中共就是干这种烂事 天天干这种烂事 正事不会 情况 初中 初中同学在贵州某发电厂工作 他们贵州也是严重缺煤发电 受煤价的影响 他说远地的煤 他们电厂买不起 只能就近购买 但是上半年贵州发生了激请矿难 矿地在整改 无法生产 所以他们电厂基本没煤 每天只能开一台机组 也就是限电日子 已经好几个月了 就是这样 一出矿难 煤价一涨 然后煤矿就使劲生产 煤矿一加大生产就出矿难 一出矿难 整个就整改 一整改 煤就没有了 中国的事情就这样 烂吗 非常烂 这就是习近平 吹牛逼 习近平就天天就吹牛逼 他的国家治理就这水平 情况 互联网这几年每况愈下 但应届生近几个主要互联网大厂的薪资还是年年涨 今年出现严重的倒挂老员工薪资的 倒挂老员工薪资 什么情况 什么叫倒挂老员工薪资 就是新员工比老员工工资高是这样吗 年年涨好啊 这是好事啊 互联网大厂年年涨好事啊 这说明他挣钱 挣钱他工资高 工资高给大家多发钱多好 这不是坏事 倒挂老员工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怎么实现的呢 你年资 员工你刚进公司 工资不可能太高 因为没有 没有证明你的能力 证明你的能力 然后你给你一个好的position 然后你的工资才能上去 如果不是这样 我凭什么你上来 我就给你高工资 而且应届毕业生 这个可能显得很小 观点 中共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正常的执政党 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黑帮组织 跟迷信AK47和火箭炮的塔利班 没有本质的区别 非常正确 我同意 观点 中国大陆和伊朗一样 就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起初想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 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国家 搞个人崇拜 搞言论控制 搞文化思想控制 最后的结果是全民自愚 共同富裕的结论就是全民反平 非常对 有道理 观点 限电之后还有一串可怕的事 大家都跑出来逛街 窜门 聚集 很难想象 这之后 会造成什么影响 家里没电就上街 上街商场也没电 商场没电啊 商场没电怎么办 街上窜门 有什么好窜的 他们家也没电 我不知道 聚集怎么聚集 就在楼道里面摇着扇子在那聊天呗 还能怎么样 把衣服露到这上来 提问 以长期来看 中国整体经济下跌 会不会连带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起下滑 会的 东南亚 最早 会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什么 东南亚现在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你想一下 中国经济开始下滑 东南亚有没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 观点 我们越南生产的产品 很多原材料都是由中国进口 非常对 如果中国的电荒问题不能生产 越南必要的进口中国原材料 越南工厂也要关门 所以中国 中国的问题也会连累到越南本土经济 非常对 观点 历史给东亚各经济体公平的40年增长期 而中国是拥有最多人口与资源的经济体 但表现最差 广大的人口顺势时 就说是有市场优势 跟广大人口 广大人才酷 要挟他国 逆事时就甩锅 说人口太多 很难养得起 东亚各经济体的成长期40年 已经说明中共的体制拙劣 无能 推责 无担当 所以以前中国经常吹嘘 说中国经济奇迹 我都讲过很多次 中国经济没有奇迹 整个东亚国家都是这样 而且东亚经济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台湾 包括这个香港 他们的表现比中国好得多 中国没有经济奇迹 中国的经济表现 跟韩国没法比 大概率的是跟 跟日本 跟日本可以比一下 就我讲的是增长 增长速度 但是 但是 中国现在40年过去了 它的增长期结束了 然后中国开始老龄化 中国开始老龄化 然后中国借了一堆的钱 中国借了一堆 你别看日本 日本政府借了一堆的钱 但是日本的老百姓很有钱 非常有钱 日本的企业非常有钱 所以完全不一样 观点 现在美国通胀主要在实务上 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够农业工人和最低工资增长 还有油价的上升 和中国的关系不大 OK 情况 台湾许多制造业仍然卡在中国 难以脱钩 台湾的果农也是 跟中国贸易水果外销的简易包装和外 外观条件需求 看来相当宽松 我没理解 中国的贸易 贸易条件 观点 台商在中国的电子和 传产股 这几天股票跌得很凶 有名嘴说 台商会加速逃离中国 因为如果年年搞限电 台商根本没有办法出货 作为台湾人非常乐见台商移出中国 观点 政府的 责任之一 就是在市场中制定规则 有的评论说 政府不会管出现垄断 但忘了防止垄断也是规则之一 罗斯福新政就是制定各个行业 企业份额才能快速恢复 他不是制定企业份额 罗斯福新政 跟罗斯福新政有没有关系 其实 其实美国反托拉斯不是罗斯福 所以如果要 美国政府应该 政府应该反垄断 而不是制定市场份额 就是当你出现有垄断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告你 告你 然后就把你分拆 这是一个 观点 煤炭短缺的国内因素并不是事故的原因 前几年煤炭产量太高 中国政府完了供给侧改革 把民营的煤矿关了 保国油煤矿的价格 很多民 矿主每天付银行利息 但不开采 这是咎由自取 提问 请问中国经济未来有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 我不知道 这假设性的问题不答 鸣谢 谢谢 谢谢 我又来了 小小的支持一波 谢谢 谢谢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好吗 中央政府 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苦困 中国国债是否走上垃圾债券之路 日本退休基金已经退场 第1个 一个货币涨还是跌 一个货币涨还是跌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它的经济形态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不好 大家知道 货币汇率的上涨 对某一部分经济体是有利的 对某一部分 另一部分经济体是不利的 那么你比如说 人民币汇率上升 对于准备投资越南的这个企业来说 它就很好 因为人民币 汇率高 他投的钱就少一点 对吧 但是对于出口上来说 就不好 因为你人民币汇率上升 我出口价格就上升了 因为出口价格是以美元计算 你汇率上升 你美元价格不就上涨 你竞争率就下降 那可能你订单就会跑得越难去 这就是一件事情有两面 那你一个国家它要综合性的考虑 我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水平 会比较符合我的利益 所以这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坏 要具体的分析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经济状态 好吗 另外一个 中国国债走上垃圾债券 中国国债是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上 最优质的债券 这是没有疑问 No.1 就有点像美国 美国国债也是一样 美国国债是美国债券市场上 No.1的债券 因为它最可靠 最稳定 然后它流动性最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疑问 如果中国政府的国债变成了搭击债券 那中国经济已经崩溃了 我们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提问 为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电荒不灵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办一件事 电荒是什么原因 电荒是因为制度的原因 中国现在没有解决制度的问题 什么制度 它把这个煤炭价格放开了 煤炭价格由市场 随行就市 需求高的时候价格上升 需求低的时候 价格下落 但是呢 它管住什么呢 管住电价 电价不让它波动 电价不让它波动 它有100个理由 于是呢 就出现的情况是 这边波动 这边不动 但当煤炭价格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电厂就不生产电 电厂是有生产能力的 中国的电厂是足够 生产中国需要的电 但现在的问题 当你这个波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电厂就不生产 电厂不生产就限电 所以这不是集中力量能办大事的问题 这是 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 它转一半 它不转了 所以 我们讲 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那理论上来说 你必须持续的转 最终转为市场经济 但现在的情况是 它转到一半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摸着 它就不上岸了 它一直在那摸着 为什么 在那摸得好 它能把东西装自己兜里 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它转了一半 煤炭放开 电价不放开 电价不放开的结果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们今天提问 请问王老师对失业大潮中的危险行业从业人员有什么建议 第1个 不要转工 不要换工作 不要跳槽 珍惜你现在的岗位 这是第1个 第2个 在你现在的岗位当中 让你成为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这是第2个 第3个 尽量的持有现金吧 不要买那么多的房子 不要做那么多的投资 不要去炒股票 把你的现金放在银行账上看着 就是这几点 没有别的 覆巢之下烟有玩暖 每个人都想尝试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保持 保持自己的 安全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 不是无所作 并非无所作为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 让自己 处于一个心而理得状态的一些准备动作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嗨 Schwe attent天岁 先让我们坐在一起 这是你们宫心 Indeed 福音率